记者黄美竹竹县报道 88岁前国策顾问李振淮 被75岁前新竹县长范振宗指控 涉嫌把公益助人的财团法人 台湾省私立桃园仁爱之家那位竞篮 霸占董事长直达32年 从工程发包人事任用财产等统统 不清不楚 自意安插子女殷勤进入仁爱之家系列机构任职 拿多名陶珠描写任县长一掌等文人当橡皮图章 近来更被检调锁定涉嫌诈领补助款追查 范振宗直言 他担任20多年桃园仁家的常务董事 近年银案冤屈一度入狱 才改由前新竹县长陈静新接任 这么多年来 他看到这些乱象 再加上15名董事全都已是780岁老人 有害整个人家的进步 所以多次要求修改捐助张成 希望让董事会年轻化 也让人家的经营管理更透明 但都被置之不理 就连既出存证信函也没用 范振宗说 桃园仁爱之家前先叫做桃园旧妓院 创立于桃竹苗四个县市还没分家的大新竹县年代 包含本家在内 现有七个机构 分别是桃园仁爱之家和成功老人养护中心 新竹市新生医院和老人养护中心 新竹县新浦长期照顾中心 苗栗新生医院和老人养护中心 他说桃园仁家捐助张成忠赞明 董事会董事共十五人 任期四年可以联聘的连任 新董事会的产生是由前一届长 不董事会联聘热心救助事业者 以桃园六人 竹县三人 竹舍两人 苗栗四人的名额 交给前届董事长书名聘任 再以桃二竹竹苗各亿名额 互推出五名长董 从中再推出董事长纵理会晤 范振宗说 他从民国七十四年担任桃园仁家的 长董间建设小组纠级人 发现李振怀不但把桃园仁家旗下的相关机构 视为自己的家族企业 拼命安插子女 殷勤等担任要职 用人完全没有标准 就连各项工程的发包 尽管他是建设小组纠级人 但也只有在发包当天被告知 到场其他只有验收才会请你去参观 财产方面 范振宗说 桃园仁家迄今都对外声称只有二十多亿元资产 事实上他们光在炉竹大园附近一笔二十一公顷土地 因被划入桃园航空城的物流区内 市值就有一百多亿元 跟李振怀对政府申报的真是偏差必别 范振宗支持李振怀嚣张 跋扈腐败 所以公开要求桃园仁家应立刻进行相关章程的修订 改由桃竹苗寺县市首长推荐人选出任董事 让原来救济院的公益性质可以重新被彰显 也让桃园仁家可以改在四个县市政府监督下 建立起合法的用人制度 且透明健全财务 李振怀面对范振宗尖锐的抨击 选择不死破脸 他说不乐见多年的老友 因为误会而有嫌弃 只是他也心疼 为此让所有桃园仁家进行工作的同仁士气受到打击 不过李振怀透露 自己早在民国六十四年就当了桃园仁家的董事 直到七十四年获得当年一起被退位常懂的范振宗推举 他才一路从当年的第二届董事长当到现在第十届 其中第二到第八届都是范振宗推举他继续做 他才连任的 而这一切都符合章程 李振怀说 他当年就任时桃园仁家只有四十三个院民 就院只还是向人租来的马就 而且一度因开办不顺 差点被收回 他把这个非盈利的福利机构当成企业在经营 一边协助政府推动老人社会福利服务 另一边结合民间力量才得以陆续签建本家 重建旧医院只为现在的成功养护中心继续拓展服务工作 先后于苗栗新竹县市开办医院和老人养护中心 掌照中心等李振怀说 四年前他为了范振宗提要修订张成询问过内政部 当时中央考虑与桃园仁家同属性的机构全台少说也有八九十家 而在掌照法即将上录下 中央要他配合先暂缓 今年掌照法上录了 中央却告诉他 桃园仁家这类旧有的机构旧医院张成持续运作 新设的才要以掌照法设置 所以他们一切是遵照中央的指示 李振怀还说 董事会内设有建设小组 替所有大小工程把关 范振宗市召集人 在各工程发包上也都有签名 中央主管机关还会派员监督 工程不可能有弊端 董事会另设有财务小组 监督审核年度预算和决算 审过了财报给董事会 董事会过关在转报主管机关被查 为求公信合法 桃园仁家每年还委由占业会计师 办理财务及税务签证 至于卢竹大园的土地市值真有一百多亿 李振怀说 范振宗讲的是 未来是 他也希望真的有这么好 但事实上 已经有一半的土地 不在航空城的物流区内 必须要务实看待整个局势